等我 三公主 那不是成娘子吗 天都不忍赴我 让她撞到我手中了 站住 大胆 深宫之中 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 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顾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责好了 三公主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员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之明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是贪心之人 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林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序是林不宜 我阿父是曲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秋供灵训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身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尖嘴利得狠哪 可惜 今日长秋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身子不定 手放平 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楚飞可是要拦着我 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臣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倾桥 三公主责罚绍上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交好 要当供责罚母后吗 楚飞言重了 母后方才爱寻物啊 一会儿就是午宴了 怎么还未曾见臣娘子入宫服侍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交受规矩 所以耽误了时辰吧 楚飞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成娘子开个玩笑罢了 既使母后需要成娘子去服侍 那还是赶紧去吧 我们在午宴时 那可再慢慢聊 请 Quincy 请解计 虽得没伤到筋骨 你放心 此事若高之母后和紫胜 定会替你做主 皇后要操制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想麻烦她 我也不想事事都考虑不已 中将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你呀 就是太好强了 三公主仰仗自己 是最受肾上宠爱的岳飞所生 上头又有三皇子 那般能干的亲凶 向来不将我长求宫中人 放在眼中 更何况三公主自小 在小月后身边教养 便越发嚣张跋扈些 三公主也按摩林将军 小的时候 他可瞧不上身子瘦弱的子慎 后来子慎逐渐强壮了 功传名就后 他倒惦记上了 说到底未必多心爱子慎 无非是贪恋眼色与权势罢了 我这手啊 原本也不该跟着我进宫的 他也是贪恋权势不肯出宫 说不 都上了两回了 难怪子慎喜欢你 你说话果然比旁人有趣多了 林将军的喜欢我可担不起 我也是为了他才进了宫里 舍了这么多麻烦事 子慎刚入宫时 我可以继续 我可以继续